今天所要盘点探志郎经历的四次重大实力突破 其中前三次已经在动画中展现 后面一侧还是漫画中的内容 鬼灭之刃故事背景设置在日本战国时代之后的三百年 时间大致相当于活活的清朝末年 那个时代历鬼横行 人们生活贫苦 交付宝席 故事讲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卖堂工少年探志郎 原本幸福生活的一家 在某一间突然遭到了鬼的袭击 母亲弟弟妹妹们全部被杀害 更惨的是 他的妹妹泥豆子居然变成了鬼 从此 潘志郎历经图治 刻苦训练 毫无天分的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成为了鬼杀队的一员 是要斩进这十间历鬼 并寻求将妹妹泥豆子变回人类的方法 世间所有的鬼都来自于 同一个祖先鬼舞时无惨 无惨手下有无数的鬼 其中最强的是十二鬼月 象险鬼六名 实力要弱于鬼杀队的柱 象险鬼六名 曾杀害多名柱 一百年来都未曾被斩杀 象险鬼实力越强于柱 潘志郎在斩杀鬼的旅途中 面对的对手一次强迫一次 他每一次的战斗都是疏死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战斗中 他一点点变强 一次次突破 甚至成为了超越柱的存在 他就像贝亚人一样 只要杀不死我的 就能使我变得更强 下面就来盘点 潘志郎经历的四肢现场实力突破 第一次突破败石玲珑 展断岩石 在经历过家破人亡的飞机之后 潘志郎遇到了鬼杀队水柱富刚义勇 富刚义勇将潘志郎推荐给了上一院水柱林荣师傅 传授他武艺 在玲珑师傅魔鬼训练的两天里 潘志郎实力不分涌进 从原来的普通平民进阶 为了一名有一定实力的低级战斗员 而潘志郎实力的突破 最来源于他分物水之呼吸的那一瞬间 潘志郎在经历了最初基础训练后 林荣师傅告诉潘志郎 剩下的就靠他自己了 等劈开了这个岩石再来找他 一次次的失败后 潘志郎见到了玲珑师傅 曾经死去弟子们的灵魂 在他们的帮助下 潘志郎终于劈开了岩石 掌握了水之呼吸的剑法 第二次突破来自父亲的传承 火之神神月 第一遇到下剑之舞 累的时候 潘志郎根本不是对手 到被折断 林荣子也被追逐鬼王类掉在了空中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潘志郎出现了人生的走马 更没错 潘志郎回想起了父亲曾经 对祭司跳过的一段舞蹈 火之神神月 身体柔弱的父亲 竟然能够在冰冰雪中 毫不费力跳完整段祭司之舞 那是因为他的父亲 退出了呼吸方法 就是呼吸 于呼吸 在那一瞬间 林荣子也爆发了邪鬼术爆血 在林荣子邪鬼术的帮助下 潘志郎黑色的刀热放发出火焰 竟使出了日之呼吸的绝戒 火之神神月 由于这一呼吸方法 对身体要求极高 使用过后的潘志郎已经无法动态 不过好在富刚利勇及时赶来 灭了下弦之舞 后来潘志郎已经能够越来越熟练地 运用火之神神月 并演化出如水之呼吸一行 到实行的多种技能 第三次突破掌握拳击中 长重呼吸法 在杀掉了下弦之舞后 潘志郎和弥兜子被带到了鬼杀队 当家产无辜药灾的宅底 那里他遇到了实力强悍的周围柱 在养伤期间 潘志郎和他的小伙伴们 一直在重铺蝶忍受发奋独抢 修炼自己 正是在这期间 潘志郎和他的小伙伴们 学会了拳击中长重呼吸法 简单说来 就是坚持拳天后 持续进行拳击中呼吸 这样基础体力 就可以得到飞跃性提升 反应力 感知力都会相应增强 还能够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掌握了这一方法 潘志郎实际大增 在后来保卫出现村子的时候 成功斩杀了上弦之丝半天狗 第四次突破进入神之领域 达到无我境界 在鬼舞时无惨 得知了迷豆子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后 他认为自己追求千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迷豆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里先卖个关子 不去透给等待这动画 没看过漫画的伙伴们 于是 北舞时无惨率领所有的鬼与鬼杀队全面开战 战斗中 指出富刚义偶和探志郎 一同遇到了之前 伤害了严重恋御的凶手 上弦之三一窝座 上弦排名越靠前 持力越高强 这一次 富刚义偶和探志郎吃进了头头 就在关键时刻 探志郎的走马灯再次出现 这一次依然是父亲 探志郎继续父亲 曾向他展示了一种名为透明的世界的东西 在这种状态下 你可以隐藏自己的斗气 定其多余的动作 都是一切物体 看清对手的经过 肌肉和骨盒 误了这一切的探志郎 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探志郎了 一刀火吃神神月炎能转身 就把上弦之三一窝座秒杀了 进入至高领时探志郎 实力已经超越了数 从探志郎几次实力暴涨来看 他早已定是个父亲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总是在快要挂掉的时候 出来放几张幻灯片 然后儿子就开窍了 从探志郎口中 我们得知他的父亲 并不是什么底级的高手 只是一个变样样中年人 可以具有如此至高精悦的实力 前面阿伟我已经发布过 讲述关于探志郎 父亲探志郎的影片了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看看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和关注我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